记者张惊讶台中报导,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,INLOCK,在中国主导下,以台湾民间进行证明公投联署为由,取消原定明年在台中市举行的首届东亚青年运动会。 为捍卫年轻选手参赛权,并向中共表达严重抗议,台中市长林嘉隆日前召开国际记者会,逐呼吁国人团结,也期待国际为台中发声。 记者会后,包括日本NHK,产经新闻,共同新闻社,新加坡联合早报,英国泰物事报等国际媒体都陆续关注,让此事件进一步扶上国际台面。 林嘉隆已在7月30日正式向INLOCK提出身负,也同步向各会员国家地区代表表达严正立场,并强调台中市不会放弃,会尽全力捍卫赛会举办。 日本NHK报道指出,中国主导INLOCK取消台中市2019第一届东亚青年运动会主办权,不但台湾各界强烈抗议,也引发国际媒体关注。 东亚青年运动会是台湾期待首次举行与奥运有关的运动会,主办权被取消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认为,台湾推动公投更改台湾参加东京奥运的名称,希望不再使用中华台北,中国政府要求各国航空公司网站改掉台湾名称,就是不想让台湾被视为国家。 而台湾也了解到这是中国政治力量的介入,新加坡联合早报已不放弃主办东亚青运,林嘉隆,愿走一趟北京,未提,报道林嘉隆列举提出身负的四项理由,包括违反奥运精神,事前未曾告知台中有任何违反或不符合约条款之处,唐突也不合理,违反主办城市合约中第24条争议, 应以和谐磋商解决以及通知市服取消来韩中也未写明理由,不愿放弃任何机会争取台中市继续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。 英国《泰晤士报》以北京终止台湾的青年运动会为题报道,引述林嘉隆的谈话这项决定不禁伤害台中市,台湾民众,运动员们也受到影响。 报道中也指出,中国政府不断用经济手段又使台湾友邦与台湾断交,甚至连南投一所国中生组成的合唱团代表台湾前往奥地利,都被中国施压而无法在维也纳的联合国国际中心演出。 此外,日本产兴新闻以东亚青运遭取消,台湾批中声浪见大,台中市提深赴,日本共同新闻社以Taiwan-East-A-Turing Protest Cancellation of East Asia U-Stain 为题进行相关报道,林嘉隆表示,这起事件必须让世界听见,若台湾不发生或是默认,未来不仅会积飞城市,更可能发生在台湾其他城市,甚至其他国家。 因此,不论是身负或是或其他救济管道,只要可努力都会争取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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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